大家好,我是阿伦,欢迎来到Scribe的学习课堂 今天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Scribe的基本使用步骤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安装步骤,使用步骤,总结 安装步骤,在这里我列出了它的一个安装顺序 首先是安装Python 2.7,因为Scribe还不支持Python 3 第二个,安装Pyp,Pyp是Python的一个包的管理工具 第三个,安装LXML,这个是用来从网页中抽取数据的一个包 第四个,安装OpenSSL,这个是用来在网页访问的过程中进行认证的一个包 最后,安装Scribe本身 在安装的过程中,大家如果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去百度或谷歌上去搜索 或者去查看我的博客 这是我在博客园上的一个文章 第二部分,使用步骤 使用步骤大致包括这五部分 创建一个工程,定义你所要抓取的数据 编写Spide,编写和配置Item Pipeline 执行Patch 这五步并不是每一步都是必须的 首先,咱们得用第一步,第三步和第五步去编写一个Patch 然后再慢慢的加入第二步和第四步中的东西 第二步和第四步是对应的 在第二步中是编写你所要Patch的数据 在第四步中是对你所Patch的数据的一个处理 现在看一下代码实例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应用场景 你的领导告诉你 我需要这两个网页的原代码 你怎么去处理呢 如果使用Scribe去实现 首先创建一个工程 创建工程的命令叫Scribe Start Project 比如说你工程的名字叫Tutorial 执行 从它给出的提示可以看出来 Tutorial Project已经创建 创建之后咱们看一下它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目录结构 产生了目录结构 如这个图片处是包括Scribe的CFG Tutorial指文件夹 指文件夹下面的InitialPy Atoms的Py Pipelines的Py Settings的Py Spider文件夹 以及它下面的InitialPy 这每一个文件都有它自己的内容 详细的大家可以去查看Scribe的官方文档 接着去编写一个Spider 编写Spider Scribe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命令 金Spider 然后在金Spider产生的结果的基础上 再去改写你所要的Spider 这样会更方便一些 比如说Spider的名字叫DMOZSpider 所要爬去的网站为DMOZ的而挖进 从提示可以看出DMOZSpider已经创建成功 然后再在所创建成功的Spider上面进行改写 咱们所要爬取的为这两个页面 首先把它们的URL粘过来 然后编写怎么样去处理这两个页面的逻辑 这里的逻辑因为你的领导告诉你 要的是网页的原代码 所以把它们保存成HTMR文件即可 首先定义它们的文件名 然后打开文件并写入原代码 编写完毕保存 接着去运行这个Spider 运行Spider的命名叫ScrapyCrow 加上你爬虫的名字 在这里咱们取的名字叫DMOZSpider 从它的日式提示可以看出 由于在代码的编写过程中 把某一个单词写出 导致代码运行出错 保存咱们再次运行 这次运行可以看到它没有产生错误信息 看一下运行结果 可以看到已经产生了这两个网页的原代码 查看其中一个 现在已经完成了 领导交给你的任务 扒取这两个网页的原代码 但是呢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的领导告诉你 我不单只要这两个网页的原码 要这两个网页上面资源的名称 它的描述 以及这个资源所在的链接 当你接到这个任务之后 你肯定会继续套用之前的这个工程 去改写你的代码 因为现在已经有比较明细的 所要抓取的项目 此时就用到了第二部分 所说的定义你的item 也就是你所要抓取的内容 item这个文件 它已经帮你生成 我们只需要在里面去定义 自己的类 改写 标题 描述 链接 保存 当你有了自己要抓取的数据 相应的 Pulse函数 也要做改变 不过不能只是简单的去保存网页了 在上一届课中 咱们提到了 CSS抽取器 在这里你仍然可以使用 CSS抽取器 这次我们使用 Xpass抽取器 首先看一下 我们所要获取的 这些页面内容 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用火狐浏览器 打开这个页面 安装Filebug插件之后 在右键点击它 有个使用Filebug查看元素 可以看到 咱们所需要抓取的这些元素 全部在立标签下面 首先是获得这些立标签 在这里有一个比较好用的功能 你点击这个立标签 然后点右键 它有一个复制 Xpass路径 咱们把它粘过来 比如这里的叫LIS 因为你要抓取的 并不是第一个立 而是所有的LIS 接着对这些 所有的立标签进行循环 首先是获得它的标题 在获得标题之前 肯定要初始化item 你要想初始化item 首先你要在开始的时候 去引用这个item这个类 接着获取我们所要抽取的内容 虽然使用Xpass抽取方法 这里的title 也就是这个 靠pythonprogramming 也就是这个A标签下面的文本 抽取文本内容 接着去抽取链接 接着去抽取链接 链接为A的Href属性 先画是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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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是抽取 对这个资源的一个描述 当抽取完你所要的数据之后 去缓回这个item 编写完spide中的这个pulse按数之后 相应的就要去编写item pipeline item pipeline文件已经存在 我们只需要去改写它具体的内容 在这里我们并不对item做进一步的处理 只是去缓回它 然后再运行扒充 运行扒充之前 如果你没有记住 你这个工程里面都包含多少个扒充 你可以用scrape list去列出来 都有哪些扒充 名字叫什么 接着再次运行 可以看到屏幕上已经输出了 你所获得的这些数据 Link Title 描述 说明这个任务已经完成 但是呢 你的领导不可能只是说 我把这些数据看一眼就过去了 肯定会让你把它存起来 一个比较常见的存储方式 就是把它存储在数据库中 在项目作业中 我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作业 就是把这些数据存储在 MySQL数据库中 整个项目演示完毕 咱们再回过头来 具体的看一下 这个执行步骤 开始的时候 我们使用了第一步 第三步和第五步 去写一个简单的这个扒种 只是把网页的原代码保存下来 接着我们去 由于领导的要求进一步细化 我们去接着抽取更细节的数据 并编写Pipeline 同时改写Spider 完成我们的项目内容 最后做一个总结 对大家的要求是 首先你能够在自己的电脑上正确的安装Scribe 然后能按照刚才所讲的这些步骤 去编写一个简单的扒从去实现 频道所交给你的功能 作业具体的看一下项目之中 在课件中所讲的 四例爬虫的基础上 把在Spider中所获得的item数据 存储到MyCircle中 给你的提示有三点 当你编写完item Pipeline之后 你需要在Settings.py中 去启用这个item Pipeline 另外你要想存储MyCircle数据库中 你肯定要建立相应的表格 具体的细节使用方法 你可以参考Scribe的官方文档 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